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30日宣布 自12月2日起收紧防疫措施 包括限聚令由4人聚集上限收紧至2人 近日,联港分子趁疫情恶化时不断造谣生事 发表非法言论甚至非法集会 在更危险的情况下 联港分子竟然无视限聚令发起非法集会 企图搞事,传播风险大大增加 市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限聚令因为疫情恶化而一再收紧 联港分子策略竟然固态复盟 今做新冠病毒帮凶 说明他们口喉救港,实惠拆港 近日,全国政业副主席梁振英在面书上发文 罗列了黎智英、李柱銘等人 频繁勾结美国等外部势力的行径 这群人打着民主、人道的旗号、黑球制裁 企图将香港的问题国际化 最终损害的还是香港市民自己的利益 最终肯定会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遗憾的是,仍然有少数不法社会人士和学生群体 仍然妄想死灰复燃 不违于力地寻找各种机会开展港独活动 揽炒香港,目的是拉全体港人陪葬 更年来,自由、民主已经传言变味 量为和港遮丑部 撕开这块联港分子精心编织却破动白出的部 香港社会早已遍体论伤 终言亦已离于恒 奉劝联港社会人士和港独学生好自为之 切勿再以歪理奴役香港人 这群独楼的所作所为 对得着口中说出来的自由、民主吗? 对得着无辜受害的香港市民吗? 对得着生他、养他的香港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内地人数成千上万还可以控制着疫情 我们香港七百万人为何就控制不了? 就是因为有这群乱港分子在此从中作梗 企图和害香港、和害市民 乱港分子一日不除 疫情一日就无法清零 香港就一日不得安宁 我们下午中就一日不脱离 所以我们下午中有了 我们下午中的时间 下午中就在他身边 在这一日不停